今天涛哥继续给大家解说美国恐怖剧集恐惧接三 没看过前两集的可以关注涛哥的主页查看 好了在上一部中我们讲到小美拿着女巫的断手来到了尸骨处合葬 结果小美的脑中闪现出了女巫166年的画面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都是女巫在幻境中告诉小美的画面 女巫本名叫村村从小没有母亲父亲把她当男孩子养 今天家里的母猪难产她帮着接生并顺利的产下了七头猪仔 她拿了其中的一头准备送给好友彬彬 一路上她跟好友们一个个的打招呼 他们提醒春春今晚是月圆之夜 是他们年轻人的欢乐之夜 其中有个好朋友叫南南是牧师的女儿 从两人的话语中可以看出感情不一般 是一对百合 接着南南的母亲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并狠狠的瞪了春春一眼 没走两步碰上了酒鬼邋遢哥对她进行调戏 春春厌恶的跑开了来到了冰冰的家 门前的两座新坟透露出了她的悲惨 她孤身一人住在这荒郊野岭 妻子儿子死于意外 她的兄弟叫她搬离此地 而她却说舍不得离开这肥沃的土地 夜幕降临 三人打算一同前往寡妇王二姐的家 偷摘一种能让他们嗨癖的果实 不知道是不是槟榔什么的 一路上他们谈论着王二姐的身世 这是个疯疯癫癫的人 老公重病 为了爱人苦心学医 专研巫术 但最终爱人还是离去了 王二姐从此就疯了 接着来到了王二姐的家 冰冰和弟弟晨晨去摘果子 春春好奇地打开了一个盒子 看到了一本巫术的书 这书里记录着与恶魔交换灵魂的方法 春春读着一个个恶魔的名字 突然王二姐就出现在了她的身后 王二姐严肃地告诉她 你千万不要再碰她 书中的恶魔会听到你的召唤 钻进你的身体 侵蚀你的灵魂 然后由内到外地控制你 王二姐的话吓得春春不敢动弹 王二姐就将他们赶了出去 他们又来到了聚会的地点 吃下了迷幻果 然后尽情了舞蹈 楠楠的舞蹈引来了本地混混浩男的注意 他对楠楠是蠢蠢欲动 春春将她一把推开 给了她一记耳光 并拉走了楠楠 随后两人躲在黑暗处 做着不可描述的事情 在过程中 他们听到林子里有动静 似乎是有人发现了他们 他们吓坏了 这种行为是要被绞死的 然后他们来到了楠楠的家门口 楠楠很害怕 但春春却不在乎 还亲了一口楠楠 而这一幕恰好被拉塔哥给看到 隔天的一大早 楠楠跑来找春春 说她的父亲很不对劲 只见她独自坐在窗前 楠楠自语魂不附体 他们翻阅书籍查询原因 这时楠楠的母亲回到家 看到他们顿时怒火中烧 说你们昨晚做的好事 已经被拉塔哥传遍了整个小镇 并把春春赶出了家门 咒骂她丑恶的灵魂 小镇的人全部顶着她 看到她是毛骨悚然心惊胆战 然而更可怕的事接连而至 镇子里开始发生可怕的事情 腐烂的苹果 蛀虫的面粉 老母猪啃食自己下的猪仔 以及惨死在井里的小狗 整个小镇仿佛被人吓了诅咒一样 笼罩着一股诡异可怕的黑暗气氛 更可怕的一幕发生了 这天一向慈祥和蔼的牧师 突然将12名小孩关进了教堂 将众人拒于门外 冰冰几人从侧门奋力地将门撞开 冰冰一人进到了里面 只见牧师站在讲台上 敲着铁钩自言自语 而地上放着一堆眼珠 所有的小孩包括牧师自己 双眼都被挖去 小孩已经全部死亡 包括春春的弟弟 牧师听到春春的哭声 还想杀了他 幸好是冰冰及时营救 夜晚众人来到了教堂开会 他们痛失小孩 心里的悲愤无处宣泄 有人上台说 牧师是神的仆人 他是善良的 只不过是受了操控 而真正负责的应该另有其人 这时被春春打了一巴掌的浩南 上台故意造谣说 月言之夜 我看到春春和南南 两人都与魔鬼不可描述 他们都是女巫 邋遢哥也上台借礼发挥 说当晚也看到了他们亲吻 众人被他们蛊惑 将所有的罪过归咎于了他们 而此时两人正在窗外观看 见情况不妙赶紧撤 可慌乱中 南南半岛被他们抓住 众人情绪激昂 说一定要找到春春 春春是东躲西藏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他将开门人片开 进到了里面 见到了被铁链锁住的南南 两人黯然泪下 南南告诉他 明天自己将会被处死 春春感叹 这无知的人们 这么容易就相信别人 他说既然说我们是女巫 那我就做女巫给他们看 于是春春来到了王二姐的家 想找到那本巫术书 和恶魔做交易 当他打开盒子 里面却空空如也 这时一只乌鸦突然飞出 他被乌鸦吓到 转头发现 王二姐已经被人杀害多时 他吓坏了 跑到了冰冰家寻求帮助 春春告诉他 有人杀了王二姐 并拿走了与恶魔交易的巫术 牧师这次杀人事件 一定是有人召唤出了恶魔 就在这时 很多人找春春 春春躲进了冰冰家的仓库 发现这里有很多 王二姐家的祭祀用品 再往里面走 发现有个暗门 来到了地下室 见到地上的标志 再看到旁边的巫术书 瞬间他明白了一切 眼前的这个伪君子冰冰 就是与恶魔交易的人 此时冰冰也摊牌了 他说妻儿的死亡 带给他的伤害太大了 世界对自己不公平 而他现在只要向恶魔奋献出一个人 就能达到自己想要的目的 说完后 还想拉着春春一起隐瞒这个秘密 春春拒绝与他同流合污 调准时机给了他一刀 冰冰拿起石头向他反击 春春逃走了 接着又被冰冰追上 两人扭打在了一起 春春为了挡刀 被他砍断了手掌 好不容易挣脱 奋力的向前爬 终于是见到了亮光 逃出了地下室 打开教堂的门 正当他准备大声的告诉众人 沉原昭雪时 无知的人们没有相信他 甚至是春春的爸爸和南南的妈妈 也不出来为他们说句话 还是把心里的怨恨 全部撒在了他们的头上 春春是无心反驳 他看着南南 为了不让他死 他主动地站出来承担了一切 于是他们放了南南 而春春却要在这个树下承受绞刑 冰冰亲自为他锁上了铁链 春春不停地诅咒于他 说终有一天 事实会浮出水面 春春就这样被他们活活地吊死 朋友们为了不让春春的尸体 被人打扰 偷偷地将他转移到了别处 也就是后来出车祸的地方 同时也是导致花姐 他们没有在树下找到了她的尸骨 而每一次当有人的鼻血 滴入她的尸骨时 她其实是想在脑中告诉他们 她这个悲惨凄凉的故事 时间跳回到94年 小美摸着春春的尸骨 终于明白了这一切 但此时郑义哥也来到了这儿 她察觉到了小美的异常 大眼妹带着弟弟沐身 躲避了她的追捕 他们开着警车逃走 一路上小美告诉了弟弟 地图